戴维斯杯网球赛19号进行决赛 主场作战的捷克队以3比2 险胜未免冠军西班牙队拿下冠军 而在最后关键一场比赛中 斯泰潘内克以3比1 利挫阿尔玛格罗 为捷克队拿下了制胜的一分 在决赛最后一天的较量中 西班牙队的费雷尔率先以3比0 完胜捷克队的伯蒂奇 让西班牙队将总比分追成2比2比 在第五场的比赛中 目前世界排名第37位的斯泰潘内克 以他的轨迹和经验 拿下了世界排名第11的阿尔玛格罗 两人开场打得势金利笛 在第一盘进入尾身的时候 斯泰潘内克才发挥出往前小球的优势 破发成功以6比4拿下头筹 在第二盘比赛中 双方更事先达成6比6平 斯泰潘内克随后成功抢7 然后第三盘中 斯泰潘内克频频失误 最后能应对阿尔玛格罗的频频攻势 以3比6痛势一盘 然后他小心谨慎地控制了第四盘的局势 最终以6比3拿下了制胜一盘 斯泰潘内克在赛后表达了自己兴奋的心情 这是捷克自1980年后首次重获戴维斯杯冠军 而西班牙队不幸未免失败 这场顺利也让捷克成为第一个在同龄中赢得